欢迎两位 谈恋爱多久了 一年半 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是在健身房认识的 健身房 对 因为我是肚皮屋老师 肚皮屋老师 然后那个时候他一直去那健身 然后我们就认识了 我在健身房健身的时候 就路过他教跳舞的屋子 认识过他好几次 就觉得他是我喜欢的样子 就想了解一下 有一天 为了要他微信 我就故意健身到很晚 然后就要了他微信 等他下班的时候 后来就好了是吧 那个时候他就是一直 就是对我挺好的嘛 就是给我送零食 然后等我下课给我送水 然后再送我下班回家 因为一个女孩嘛 毕竟想找一个人照顾我 然后后来我就答案他了 反正就这样变成男女朋友了 小片里说什么妈妈相亲 好像这个家里面对这个事 怎么了 他妈给他相亲呢 对 他现在就是 对外来没有规划 但是他妈给他规划好了 就是他妈现在联系 他以后的女朋友都已经给他找好了 然后就是根本没我什么事了 就是 对对 那是他妈的事是吧 我觉得我们现在过得挺好的 再说你说我妈给我相亲这个事 就是那就是一个朋友啊 是一个妹妹 我们就是一起吃顿饭 诶 等等 你跟谁吃饭 就是我们两家人一起吃饭 两家人一起吃饭 对 那倒没什么 两家人吃饭聊什么呀 就是认识嘛 就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呗 那没什么 父母姑娘 对 没说是相亲是吧 没说 跟我没说 但是他妈已经跟我说了 说就已经打电话跟我说得特别明白 就是我已经给我儿子找好 就是以后女朋友了 让我跟他儿子分手 哦 他妈跟你说了 对 他妈已经跟我打电话说得很清楚了 而且他已经相信他也去了呀 不就吃饭吧 但是他后来又跟那个女孩又聊天 又天天歌唱 妹不短的就特别暧昧 这个没有你说的那么暧昧吧 就是偶尔聊一下天朋友之间 我就觉得他是个妹妹 我都看见了你还解释什么呀 你都看见什么了 哥哥跟妹妹能那么天天聊天吗 就天天嘘寒问暖的 天天早安呀晚安呀 就天天说得特别亲 我问一句啊兄弟 你父母跟那个叔叔阿姨家 对 多少年的交道 嗯 应该是有五六年吧 我这个不大清楚 才五六年啊 你也不清楚是吧 也就是说你打小的时候也没见过这妹妹 对 没有 你第一次见这妹妹是在什么时候啊 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吧 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我家里吃饭嘛 你才第一次见到这个妹妹 对 哦 然后他妈妈就给你打电话说 那个女孩是她的女朋友 是这意思吗 对 哦 你去过他家吗 去过一次 但是他妈就不太喜欢我 因为他之前 就是他办的那点事 让他妈对我印象特别不好 他办的什么事 让他妈对你 她妈想让他去留学 然后就是考试嘛 考雅思 然后他不想去 想跟他那些狐狐狐狐狐狸出去玩 叫我一起去 然后我是跟我父母 就是没有什么理由嘛 我就只能说他了 那你就没考虑过 你跟你妈这样说 那你妈怎么想我呀 你肯定还是没有考虑过 我们俩的以后 你要考虑就不可能 让你妈这样